请收看 汇率法师 冯雪讲座 我们没有办法形容 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 你看看那个电视 你看你就会摇头众生 比如说制造一条龙 反正我们也是闲着没事干 制造了一条龙 一条龙叫什么 好长好长的一条龙 破金式记录 破金式记录 然后那条龙又不能动 因为太长 要押着慢慢走 举起来还没人 然后请人专家来 这个破金式记录 你看我们不敢说什么 因为在台湾 在美国还举办这个 吃汉堡大胃王 一直塞一直塞 一直塞 得第一 日本得第一 那个吃 一只那个 是香肠还是什么 哈姆还是 三明治 他就是一直往嘴巴里面 一直塞 然后一直配开神 一直塞 就是一直往里面一直塞 他就是搞这个东西 啊 就知道吗 好 再来这张港督小姐吧 高雄 因为港嘛 在高雄港嘛 就称为港督小姐嘛 悬 悬的时候 哦 有内定 还闹得风风雨雨 好 这世间就是要做这种事情了 不然他要重杀 这真的世间 你一听了他就 听不下来 要不然 啊 今天中秋 我们去逛逛百货公司 去看 哎呀 这个是 Chanel 这个Cucci的 这个CD的 CDC高 这是什么牌子 啊 这都是名牌 哎 这个巴布雷的 这Chanel的 哎 他说 哦 你怎么这么多 嗯 电视每天在报答啊 我没有去买过 我都知道名牌啊 对不对 嗯 就是这样子啊 哎 每天都 啊 这个广告 这个迷死人的 那个广告 不买会死啊 那个广告 每天都靠这个东西 哎 化妆子 哎呀 这个一闪的化妆就是 第一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一 二 三 四 快点些啊 我都是电视教坏的 本来是很善良的 不然怎么会这个 还绕一圈你看呢 哎 还闪一闪闪一闪的 嗯 就这样 哎 这时间就这样 他因为活着非常无聊 他一定要搞这 龍舟比赛啊 哎呦 哎呀 那个意大利的这个 服装展览啊 他就要搞这个东西 啊 白货公司一排 整排的 那个化妆瓶啊 什么样子 哦 很严重 嗯 有一次啊 有个女众啊 哦 化妆 我不是化妆不好 我也是赞成人家化妆 我都鼓励人家化妆 不过要恰到好处 有一次女众啊 啊 她这个 哦 我闻这个 眼线 对我闻眼线 啊 眉毛 哇 刺得太大一条了 像老鹰 展翅一样的 她这个 这个眉毛 这样子 这样子下来 哦 我就问她说 啊 你敢眉毛 然后她又 又抹着那个 哦 那个眼睛 有一次啊 不晓得伤心 还是什么 她老公打她 还是什么样子 她 掉眼泪 在师傅面前 哦 那讲到她老公就是 掉眼泪 一擦 哇 像那个前妻手打到一样的 你知道吗 她本来就画得赫赫的那个 天气中 一打到 哇 不得了 啊 所以就 画这个事情 刚刚好 但是有时候有 哦 她画得太严重了 所以有时候是 要自然一点 Nature 比较好 创造自然美 是我四眼瓶的责任 你一样会听我 我也不敢说什么 你听过四眼瓶吗 哦 听过了哈 是不是啊 所以啊 众生就是这样子 一天到晚 匆忙 一天到晚就匆忙 把生死放在旁边 就一搞这个东西 然后 一到灵命中的时候 哇 糟糕来不及了 为什么 平常没有修行啊 也没有听经文法 也没有在心心上下用功夫啊 来不及了 灵命中的时候 索忙脚乱 人家叫他 你要放下 他说从哪里放下 他不知道 对不对 是这个听经文法 很重要 很重要的哈 好 好 好